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色各样的人 他们有的为人善良 单纯可爱 有的本性恶毒 凶残可怕 有的性格深沉 浴室冷静 做事力求极致 古话说人心难测 海水难凉 谁都无法看透一个人的内心 特别是一些城府深的人 他们知识渊博 能力出众 但性格内敛 从不在外人面前卖弄自己 让人琢磨不透 今天颐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城府很深的人 往往有这五个表现 与人交往时 不仅要听其言 还要观其行 城府很深的人善用心机 并且令人难以揣测 很多人以为城府深的人 就是沉默寡言 不透露自己的心计 让别人没有办法知道 他下一步的行动 和内心的真实想法 水深不语 人吻不言 这样的智慧 被城府深的人用到了极致 其实人有城府 一看便知 城府很深的人 不是一直沉默 而是有以下几个表现 通过观其行 总能瞧出端倪 冷眼旁观 古罗马哲学家 艾比泰克德曾说 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 而是你的反应 按照常理 一个人看到了意外的事情 会忍不住发出惊叹 遇到了惊喜的事情 会洋洋得意 遭受了痛苦的事情 会找人诉苦 人对事物的变化 会有直接的反应 脸色难看 眉头紧锁 手势夸张 眼色异样等 都体现了人的内心活动 对外界的看法 城府很深的人 在沉默的同时 对自己的表情 也会加以掩饰 以不变应万变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站在外围的人 虽然距离现场远一些 但是能够排除别人的干扰 发现事情的真相 处世袁华 网上有这样一段话 人生就像不停 在用的铅笔 开始很尖 但慢慢地 就磨得圆滑了 不过 太过圆滑了 也不好 那就意味着 差不多该挨消了 初出茅庐的人 喜欢唱高调 突出自己 等他受了几次挫折 被人嘲讽了几次之后 就会低调 把自己的想法 藏起来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分析透彻 都是无知的 这时候 你一开口说话 就会有偏差 人都是在夹缝中 求生存 你越突出 越容易被人算计 老祖宗劝告我们 枪打出头鸟 把自己掩藏在人群之中 才能活得更自由 城府很深的人 被生活磨去了 人生的棱角 在社会上 找到了生存的方式 他活得很好 却毫不起眼 不高高在上 也不妄自菲薄 有城府很深的人 学会了一些 左右逢源的处事方法 不管遇到多么麻烦的事情 都会想到一个 比较完美的办法 即使把麻烦的事情处理好 如果事情和自己关联不大 那就会溜走 不会把麻烦 往自己身上引 比方说 一群人相约一起去赌博 其中有一个人不愿意去 但是碍于朋友面子 不去就会得罪大家 于是 这个人就跟着去了 但是半路上接了一个电话 谎称家中 有十万火急的事情 就离开了 当那些参与赌博的人 都被抓了 只有那个半路溜走的人 保全了自己 不过太圆滑的人 容易犯 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错误 他总是在利益受损的时候逃脱 在人际交往的时候 当两面派 过于精明的行为 反而令人讨厌 因此 城府很深的人 圆滑有度 也有主动担当 辨别是非的表现 善于掩藏 顺着车者可以找到车 顺着脚印可以找到人 顺着催烟 能够发现房子和村庄 顺着溪水 能找到大河 风来无影去无踪 却能够从树叶上 发现他的踪迹 一个人想要把自己 掩藏起来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常言道 狐狸的尾巴 总是会露出来 城府很深的人 也不能完全抹去 人生的痕迹 而是通过 分散别人的注意力 产生新的痕迹等方法 把重要的信息 掩藏起来 不让别人抓住把柄 小隐隐于野 大隐隐于事 高手行走在市井里 却过着 不被人打扰的清静生活 天龙八部里 有一个扫地僧 他大半辈子 在藏经阁扫地 学会了盖世武功 但是一直都没有用出来 在武林高手 争斗不休的时候 他果断出手 让人心服口服 可见其城府之身 从不深交 古人缘 君子之交淡如水 真正的好朋友 就是平淡的交往 不需要过分干扰 对方的生活和事业 哪怕几年不联系 在朋友落难的时候 还能够给予帮助 常常聚集在一起 吃吃喝喝的朋友 每天都在朋友圈里 点赞的朋友 在一个群里 聊得很嗨的朋友 一到关键时候 就会分道扬镳 友情经不起考验 城府很深的人 朋友很少 但是交友的质量很高 为了朋友 能够两肋插刀 很多人以为 城府很深的人 是非常阴险狡诈的 遇到了就要躲开 其实不是这样的 城府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为人处事的智慧 这种态度 给别人的印象就是 很安静 一直在暗处 但是你要相信 城府很深的人 不会随便伤害人 只是城府很深的人 宁愿没有朋友 也不会随便交朋友 他更喜欢独来独往 做好自己 出言有耻 惠律法师曾说 当你要开口说话时 你所说的话 必须比你的沉默 更有价值才行 一个人话太多 就没有分量了 少说话 讲重点 才能起到 一时激起千层浪的作用 我的小学老师杜老师 他除了上课的时候 其他的时候 很少讲话 喜欢一个人读来读往 他在周末的时候 一个人看看书 去附近爬山 和学校其他老师比起来 他有点歌歌不入 我上五年级的时候 听说他的小说出版了 是关于农村生活的 纪实小说 这样的长篇大论 他是怎么写出来的 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也没有听其他老师说过 并且 他去乡村调研的时候 也没有见他 打仗旗鼓 上个月 我们小学同学聚会 邀请杜老师参加 吃饭的时候 有人议论一篇 关于教育发展的文章 议论的人 是几个男同学的爱人 真的是 三个女人一台戏 说个没完没了 这篇文章 被他们说得神乎其神 我带着好奇心 用手机搜索了一下 看到文章末尾 有署名 杜莫生 我忍不住 看了杜老师一眼 他对我笑了一下 我突然明白 这篇文章 是杜老师写的 可是杜老师 却一直没有发声 我真的佩服他的定力 同座的人 都议论到自己了 还可以假装 没有听到 城府很深的人 有看破不说破的 修养和心机 看穿了事情的真相 却一言不发 在人多嘴杂的时候 他就装聋作哑 避免卷入是非之中 在需要开口的时候 他又能做到 八面玲珑 方圆得当 把事情处理得 恰到好处 老祖宗留下一句话 事有 知蓝气味轻 胸有城府 天地宽 做人 应该像兰花一样 散发香味 但是不张扬自己 为人心胸要开阔 包容天地万物 人在社会上 想要混出一点名堂 就要学会一些心机 避开别人的锋芒 也不随意暴露 自己的锋芒 把力量用到刀刃上 愿你心有城府 张弛有度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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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